我們現在訪問到的是日本的紙插球大師平野嘉壽 小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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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我是Josh 今天這集我們來到響尾蛇的春迅基地 響尾蛇的春迅比賽球場 名字叫做炎河球場 Salt River Fields at Token Stick 這個球場是跟洛基共用的 然後他們兩隊的春迅基地 就直接圍繞在這座球場的外圍 跟上次提到的稻奇跟白蛙一樣 他們也各自有六座完整的球場 去年其實我有特別談過一位響尾蛇的球員 後來他在PTT上面 甚至還被稱為抗嗨鬥士 他就是去年挑戰大聯盟 並且攪出亮眼成績的日級投手 平野嘉壽 這次要訪問香尾蛇的球員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平野 因為他的投球型態 真的很特別 他靠著一顆球速跟轉速 在大聯盟都只算是平均水準的快速球 再搭配上一顆紙叉球 不要說是在大聯盟生存了 他去年根本就殺爆了整個大聯盟 不僅單季75場的初賽 打破了日本投手的紀錄 整季2.44的防禦率 也是相當漂亮 同時我們從進階數據來看 會發現平野在局面越緊張的時候 可以發揮出越強的壓制力 他是一個能夠面對大場面的投手 說到日本投手的紙叉球 大家可能都會先聯想到大谷香平 大谷香平的紙叉球壓制力 確實非常驚人 但是我們要知道 大谷有著全大聯盟最頂尖的球速 同時他還有一顆滑球做搭配 這無形中可能都提升了他的紙叉球威力 而平野就不一樣了 他的球速並不突出 除了紙叉球跟快速球之外 他這大聯盟也沒有其他球種可以搭配 可以說是一個完全靠紙叉球決勝負的男人 平野的紙叉球有兩個特點 第一 是他的紙叉球跟快速球在橫向位移方面 幾乎是完全雷同的 這會讓打者非常難分辨這兩個球種 第二 是他的紙叉球擁有非常低的轉速 就理論上來說 轉速越低的紙叉球 可以產生越明顯的下墜效果 好啦 講到這邊 大家應該對平野加授 這位靠著紙叉球殺爆大聯盟的投手 有足夠的了解了吧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實際訪問他吧 我們現在訪問到的是日本的紙叉球大師平野加授 我第一個想要請問你的問題呢 我們看你的數據 發現你在越關鍵的時候 你的表現會越好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在這種局面很緊張的時候 你的心裡會想什麼 在年來的 我一直在做的地方 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看的 我會做到的事情 我會做得不便 我會做成功的 我會做的事情 我會做到的事情 我會做成功的 我會做成功的 我會做得到的 所以我絕對集中 所以我絕對是 我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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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絕對集中力更加 去年你打破了 日本投手在美國職棒的單季出賽紀錄 而且你還保持著非常好的成績 我認為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可以分享一下你在一場比賽跟一場比賽之間 你會做什麼樣的準備跟調整 嗯 每天的準備是 身體整理的 所以 所以 疲借後 是 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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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回到 剛好 他都可以保護他 所以我自己也很想要 太軟了也不太重 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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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軟了也不太 你也不太想要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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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試合上 那其實呢 我們從你的投球方式呢 會讓我們聯想到上原浩子這位投手 但是其實你的紙插球跟上原浩子的紙插球是很不一樣的 你的紙插球轉速其實是非常低的 還能夠跟我們示範一下你的紙插球的握法 然後分享一下說這跟一般的紙插球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可能是普通的歐斯特斯 暗的還是浅的 我看到這個紙插頭 我看到這個紙插球的紙插球 所以我看到這個紙插球的紙插球 就是在外面或是在外面上的紙插球 然後我看到四個紙插球 然後我看到四個紙插球 所以我看到我的紙插球 但是在投手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你的紙插球 如果我用來自動的紙插球 我想要不斷 Tuns 就這樣 可以讓我轉向前 如果我轉向前 如果我轉向前 所以我轉向前 會轉向前 所以我轉向後 沒有轉向前 所以你不斷轉向前 那就是因為我給我轉向前 非常難的 我一定要回近前 得到先前 然後就是中間 以上是我們對於平野加獸的訪問 今天平野加獸是在練習開始前就先接受我們訪問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去看看球員們的練習過程 一開始球員會先聚集在一塊大草皮熱身 這次去的幾個順序基地 大部分都會有一塊專門拿來給球員熱身的草皮 就是說連熱身都專門規劃了一塊區域 然後翔尾蛇的訓練基地非常特別 球員跟球迷的距離近到一個不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 球迷可以直接在這塊草皮的旁邊觀看球員熱身 這個不是媒體才能進來的區域喔 是一般球迷都能到的地方 球員熱身完後會有一個有趣的小活動 大家會聚在一起 接著會有一位球員站到中間唱歌 不過因為旁邊剛好有機器在運轉 所以我收不到聲音 我猜可能是每天會換一個球員 出來唱他們國家的國歌吧 啊順帶一提 站在旁邊的這個好像是自己魔神 當球員唱完歌之後 大家也會一起歡呼 感覺整個氣氛就很棒 接下來拳會開始分組去做練習 那一手卻練一些基本的手臂 球迷也是可以直接圍在球場旁邊看的 而且連護網都沒有 視野超級棒 但是同時大家也要自己注意一下站位喔 安全還是很重要的 而平野加獸呢 則是跟著投手也一起先做一些基本的手臂練習 其實大聯盟有很多的練習 跟我們國內的練法真的沒什麼兩樣 甚至練習的量還少很多 有聽過不少的說法都是說 他們比較重視練習的值 你把10顆球的練習都做到完美 會比你累得要死要活 硬要做滿100顆球的練習還要有效 然後我發現香尾蛇的訓練基地 真的很猛 球員在各球場之間移動的時候 竟然完全沒有跟球迷隔開 就走在球迷可以走動的地方 球迷如果想要鮮明 可以趁球員在移動的時候 靠過去直接跟球員問問看 這種近距離的接觸 真的太讚了 剩下幾千萬美金的球員 可能就會在你身邊走來走去 後來平野加獸跟琴雅投手移動到另一個小球場 在這邊做牽制的練習 我現在站的這個拍攝位置 也是一般球迷能站的地方喔 雖然我在今天這集講了很多次了 但是這個距離也太近了吧 在這種距離看大聯盟球員練球 真的是很難形容當下的感覺 這是平常看電視轉播 或是你到球場看例行賽 都感受不到的東西 真心覺得大聯盟球團 很懂得春訓的價值 在美國 春訓不只是球員在球季開始前的訓練而已 它更是一個球團 跟球員可以去行銷自己的好時機 今天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又要來送獎品了 而且今天送的東西非常的特別喔 是 這一個 平野嘉壽的親筆簽名球 而且這顆球非常的讚喔 大家看它的側面 它還有 2019年 雅力桑那春訓的LOGO 超棒的吧 我這次去春訓啊 有很多觀眾在問我說 欸 加訓 你有沒有去跟球員要簽名啊 嗯 我這次在拍攝或採訪的時候啊 因為我身上都會掛著一張採訪證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我當下的身份 是不太應該去跟球員要簽名的 所以說我這次在所有的拍攝跟採訪的過程當中 我都不會主動去跟球員要簽名 但是 為什麼會有這顆簽名球呢 是因為那天我們採訪完平野嘉壽之後 平野嘉壽他問我們說 欸 你們怎麼會來採訪我啊 然後我們跟他說 其實在台灣啊 有在看大聯盟的球迷都知道你 然後平野嘉壽聽了之後 就主動說要幫我們簽名 然後他說希望我可以把這個簽名球 帶回台灣 送給台灣的球迷 我聽了之後整個變他圈粉了 怎麼會有這麼nice的球員啊 主動說要幫我們簽名 然後要送給台灣的觀眾 真的是超讚的 為了要回應他這份心意呢 所以我也主動去買了這個 裝球的盒子 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拿回來送給台灣的觀眾 因為這次這個獎品呢 真的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抽獎的方式會複雜一點 我會把抽獎的方式 公布在我的粉絲頁上 如果你本身是平野嘉壽的球迷 或者是你看完今天這部影片之後 你變成了平野嘉壽的球迷 可以去我的粉絲頁看一下 要怎麼樣參加這次的抽獎 如果你看到現在還沒把影片關掉 恭喜你 我還要再送一個禮物 是翔尾蛇隊 New Era 940可調整式的帽子 這個禮物就在YouTuber抽 請大家留言 翔尾蛇的春訓比賽球場 叫什麼名字 然後告訴我 你最喜歡哪一位 翔尾蛇的球員跟原因 一樣等這支影片的點閱破10萬 我就會在置頂留言 公布得獎者 拜託大家幫我到處分享影片啊 看是要PO到PTT或是哪裡都好 不要讓我的帽子送不出去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